今天看了一本书 但是现在没有库存 没办法给大家买 其中一段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一本书叫《树上的男爵》 以前一个很经典的一本书 好多人可能听过 就是一个孩子 有一天跟家人发生矛盾之后 跑到树上去生活了 树先生那种感觉 他一开始不适应 逐渐适应 再后来发现 他已经无法适应地面 跟他人之间的交集 他发现这个时候 当他开始变得不一样的时候 他在用自己现在自洽地 让自己满意的一种视角 去审视的时候 他发现亲情 友情 爱情 他都有不一样的理解了 那本书后面有一段话这样的 他说我的宗旨 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展 追求完整的人 他又说 他说一个人心甘情愿地 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 并且坚持到底 因为无论对他自己 还是对别人 没有这条规矩 他将不是自己 也不一定是条规矩 有可能就是一个人 所认同的东西 他说显而易见的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 没有奇迹的世界 人们最简单的个性 都被抹杀了 而且人被压缩成为 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 今天问题呢 已经不再是 自我的部分丧失 而是完全丧失 是荡然无存 对不起啊 今天我又 上热搜让我很头疼 本来昨天没睡着 心情就不太好 我也想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这个行为啊 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到之后 发现就欲与泪先流啊 此生无生生有生 欲变已妄言了 就有一些 确实我们能得到大家关注 尤其是我自己 何得何能 我常常感到很惶恐 也感到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的平凡 突然就有那么好的运气 被大家关注 所以得到这些关注之后呢 我其实内心还挺焦虑的 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 当一个人得到 他远远配不上他得到的时候 他就开始陷入一种 一种莫大的恐慌之中 其实我就是在这种恐慌 所以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我一直 比如说会有失眠啊 等等这些状况出现 就是觉得自己不配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但这个时候就更希望 自己能潜下心一些 做一些事情 不管是介绍图书啊 介绍农产品啊 去全国各地走出去 发现那些文化和文旅上的 这些深厚的底蕴啊 但有的时候你发现 你在表达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误解 是被表达着的宿命啊 因为我知道可能 有一些媒体朋友 可能还会剪这些 您在剪的时候 我希望您能够完整的剪 有的热搜上的 真的让我无法理解 我了解到 可能也不是平台的本意 但是它就有那么一套规则 别人就可以把这些内容 变成热搜 我记得年前上了一个热搜 说董宇辉对什么女生 做指甲 那个无法理解 我确实表达过 因为可能第一个职场人 长期打工 他确实办公不方便 但第二个 我当时说那个 更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是一个教研主管 我当时所合作的人 都是老师 我必须考虑到 老师的一荣一表 对学生的影响 所以老师是不可能 带着闪亮亮的大指甲 去上课的 我在说那话的时候 其实无心 过去都快两年了吧 一段视频 突然就能上热搜 然后结果下面 大家的评论就是 我其实女性 就完全无法理解 就是她很无厘头 我没有那样的恶意 那也不是我的本性 但其实那样完了之后 我很委屈 委屈不是重点 重点是 是她造成了一种 不好的影响 我希望最后是一种 事情的传播 而不是情绪的传播 比如说访谈作假 这么好的事情 你可以聊 比如说前几天 CGTN的采访这些事情 有观点 分歧你可以聊 但是毫无逻辑的一些点 奇奇怪怪的热搜 让我还挺痛苦的 而且它不止一次 所以你发现 我后来已经不怎么发了都 我后来很少发作品 当然也有朋友批评 要说你在互联网上 吃这碗饭 你就要忍着 可以有关注 我也不是排除所有热搜 我只是觉得 有些热搜 毫无意义 整天乌烟瘴气 而且都是掐头趣味 然后到最后 都是绝非当事人的本意 弄到之后 它全部都会变成 好像我 变成歧视 是性别 对立冲突 全是情绪的割裂 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也不应该是互联网 我完全无法理解 因此我不能接受 当然我就是 那些行为能不能改变这些 也不能 我也深知 即使今晚我在这里表达完之后 还是会被误解 还是会被以讹传讹 掐头趣味的传播 但我认了 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 突然觉得 这个人很理解 我在下面还留言 过了一会儿 有人说看不到了 说是不是我善了 其实我没有善 包括我自己的抖音下面 我留了好多言 到现在我发现是零赞 就说明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就我的留言经常 你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知道 就是一边你误解了我 另一边 我尝试表达出声音的时候 你又看不到 有一些背离我的初衷 就像刚才那段话里说的 说的是 像人的分裂开展 追求完整的人 我怎么想就要怎么说 怎么说就要怎么做 挺奇怪的 有时候觉得自己 那不是我的本意 所以我不想要留下 可能我还是会被误解 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只能本能地逃离 所以大家看到 我把我所有发的东西都清零了 我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 这就是匹夫之怒 个人在平台面前 是非常渺小的 很卑微 很不幸 这就是匹夫之怒 就是血液见五步 他只能自证心机 然后充满那种 AQ式的精神胜利 但我愿意 所以 但是我为啥没有住校 因为我知道我会住校 立马就会出现我的假号 我只是想给大家表达 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很关心 我们一直在问这个事情 我去表达一下 仅此而已 还可以 大家还可以去关注 也可以批评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总是恰透去尾的去误解一个人 这有时候成为一些媒体的习惯了 因为我知道可能有的媒体 他要以此牟利 只要有人愿意给你掏钱 你就会恰透去尾的去 去说另一个人 然后最后全是观点的冲突 各种主义交织在一起 互联网上充满了各种 暴力去起 我觉得这不是互联网的存在 我也很恐惧 以后我们子孙又面对这样的互联网世界 有朋友提醒我说让我别说了 我知道 我知道没事 别担心 又上充满 上就上北 那我又拦不住 就是想给大家说一下 仅此而已 倒不是冤枉 我倒不是在意那些 我总是觉得 就是一种表达着的无奈 就是时隔很久 恰头去尾 突然热索 好奇点进去 突然发现 绝非我意 这个时候 你屡次这样 多次这样之后 你觉得 确实有些心累 虽然说吃互联网这碗饭 就是要承受争议 但你不能每一次都误解 别人恰的趣味 然后各种负面新闻 然后每次都是高喊着一个 让人无法反驳的话题 就是性别歧视 什么歧视女性 我凭啥歧视女性 女性不歧视我都挺好的 我凭啥 我哪有那心思呀 关键是 你可以批评他 比如长得不好 他讲得不好 他心思不好 他人品不好 这些可能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你动不能去说一个 拿着那样的话题 大棒去打任何一个人 都是残忍的 而且都是无理的 我就想仅仅想给他解释一下 二一 还有我过去两年的经历中 我很少解释 很少自整清白 因为很傻 这世界上最傻的事情 就是向一群完全不在意事实的人 去自整清白 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 你到底吃了几碗粉 你把肚子剖开 他也会说 还有粉没倒出来 所以我说皮肤之怒 可能是无力的 是屈辱的 也毫无意义 改编不了结果 但我就是想做 嗯 嗯 嗯